二十多岁小伙 身体发生一变 皮肤松弛老化 无法融入社会 看起来像是六十多岁老人 村中不少人认为是得了报应 经过检查之后 就连专家都没有办法医治 小伙身上到底是因为什么产生一变 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本期九州密使路就带领大家走进这个故事 故事还要从山东合泽一篇远农村中说起 村中一位名叫李赵洛身上发生了一件怪事 而这件事情让他成年之后痛不一声 从小李赵洛就与别人不一样 村里的孩子大多皮肤都比较粗糙 可李赵洛不仅皮肤细腻光滑 甚至还比其他的孩子更容易脏一些 然而这些事情在父母眼中看来 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只是认为孩子天生爱玩所导致的 但就在李赵洛16岁时 一夜之间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他的容貌就开始不太对见 那天李赵洛和往常一样 放学后 吃饭 做作业 睡觉 次日 李赵洛的皮肤变得松弛 脸上出现了不少皱纹 而是随着时间流逝 更加严重 完全失去了原有少年时期该有的胶原蛋白 班级合照时 他的外表和年龄相仿的同学相差甚远 像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 但行为举止 言行都还是稚嫩少年的模样 不少人调侃他 称他为李大义 渐渐的李赵洛性格大变 活泼开朗的样子彻底失去了 内心被自卑所占满 从而不想去和人交流 不想再继续去学校读书 整天只想待在屋子里面 父母对于孩子的这件事情十分担忧 但又不知该如何劝导李赵洛 毕竟这种事情他们活了几十年 也从来没有见过 为此特地带着李赵洛前往医院去检查 前前后后将合则所有大大小小的医院都跑了个遍 得到的结果却是出奇的一致 身体健康 没有任何问题 根本找不出李赵洛变老的原因 甚至还有不少医生怀疑 李家人是不是故意刁难他们 明明就是一个老人 将身份证上的信息给改了 兜兜转转 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办法 李赵洛待在村子中 天天也无所事事 很快就传出了谣言 称这是李赵洛该得的报应 一定是小时候他死去的玩伴来报复他 这种谣言深深的刺痛了李赵洛 让他不禁的又回想起当时的事件 小伙年仅23岁 就长成一副老人模样 出去打工都没人要 李赵洛14岁放暑假的时候 经常会拉着他的发小 在村子中探险 由于天气炎热 村里的一处河流成为了他们的秘密宝地 两人在河中嬉戏玩耍 降温 然而他的发小一个脚底打滑 没站稳整个人都摔进了河流之中 再加上夏季本就是迅击 河流湍急 李赵洛还以为是发小和他开玩笑 便也没去理会 上了岸之后 李赵洛发现不对劲 平时两人都对在水中憋气比赛 可这次发小在水中的时间 完全超过了以往憋气时间 李赵洛死命地呼喊着 却迟迟没能够等来回音 直到距离里赵洛有50多米的河流处 浮上来一个通行 让李赵洛惊吓后怕 正是发小的尸体 这件事情发生后 发小的父母将所有的过错 都夹在了李赵洛身上 认为若不是李赵洛前来喊 自己的儿子又怎么会跑到河边去 诅咒李赵洛一定会受到报应 这两件事情交加在一起 让李赵洛心中时时刻刻 都想着亲生的念头 母亲也是整日以泪洗面 安慰的李赵洛 原本这个家庭十分和睦 李赵洛父母 现在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 但哥哥因为出了意外 身体残疾 而姐姐因为恋情 被渣男所伤 精神失常 父亲也在李赵洛出现 皮肤衰老之后 因病去世 家中只剩下母亲 和她是身体健全的人 经过母亲的多方劝导 李赵洛也就接受了这个现实 读了一所技巧 习的一门手艺 原本以为能够凭借着 手头上的技术 谋得一份差事 养活自己和家人 可还是因为她的外表 惨遭多次碰壁 不少公司面试的时候 一见到她的这副面孔 连问题也不问 直接赶她走 认为李赵洛不诚实 肯定是过了劳动的年龄 故意修改信息 身份证都是伪造的 李赵洛面对这样的拒绝多了 也不再烦恼 而是转向寻求解决办法 她唯一能够想到的方法 就是去做整容 将脸上的皮肤 给拉得紧实一些 在朋友的陪同下 来到医院后 医生都认为没有办法 针对李赵洛的问题 做出修正 但可以推荐一位教授 看看李赵洛身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 小伙年仅23岁 就长成一副老人模样 出去打工都没人要 教授看过之后 觉得十分不可思议 虽然之前有过案例 也会遇上某些事情 导致情绪激动 面部表情过于丰富 导致皮肤松弛 而且要不了多久 就会恢复 但李赵洛这个情况 完全对不上 不仅只有脸上的皮肤松弛 就连身体上的皮肤 也都是松弛的 甚至根本没有恢复的迹象 反倒是越来越松弛 教授怀疑会不会是器官 或者是脑部里面的神经 有所问题 经过检测之后 器官倒是完全正常 而大脑却是发现了异常 存在缺血性脑萎缩的现象 可这种病仅仅只会导致记忆 智力有所下降 并不会让皮肤松弛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经过查阅大量资料 教授总算是发现了这种病症 名为早衰症 患上这种病情的人 几乎出生的时候 完全与常人无异 但到了特定的某个年龄 皮肤就会加速老化 这种衰老的速度 是正常儿童的五到六倍 患上这种病的原因 是因为基因突变所导致的 并且是由外道里的顺序先后衰老 先是皮肤 然后是骨骼 最后是内脏 当内脏彻底老化之后 就会死亡 这种基因到底是发生了什么突变 又导致原本的那个部位造成损害 不得而知 要想好好研究 就必须首先找到李赵洛的父母 在他的父母身上研究一下 是不是因为遗传所导致的 可李赵洛衰老的速度太快了 根本没有办法有过多的时间研究 而父亲也早已去世 更加没办法 终于 李赵洛找到了一家 可以为他做整形手术的医院 整整花费了七个多小时的时间 脸上的皱纹虽然没有完全消除 但看过去已经少了很多 足以让李赵洛找到工作 有经济能力抚养母亲 完成他来到这个世上的任务 本期的故事到这里已经结束了 那么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 评论区留言讨论吧